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三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隔方奧斯卡掌掛風波Will Smith應承受更大譴責 粵方奧斯卡掌掛風波Chris Rock應受更大譴責 由隔方可峰中學對粵方拉薩書院現在為雙方介紹辯緣 隔方可峰中學主辯塞洛斯同學 隔方一副可峰中學蘇卓瑩同學 隔方二副可峰中學吳飛怡同學 隔方葉辯可峰中學王熙同學 接下來是粵方拉薩書院 拉薩書院主辯為楊晨同學 一副林奧朗同學 一副林奧朗同學 二副莫君渝同學 二副莫君渝同學 結辯羅希朗同學 都可能麻煩評判 因為拉薩書院現在的坐法應該不是跟著一二跌 那可能一會兒給分的時候 就可能你們要麻煩你認一認個人 那拉薩書院那邊你們方不方便 其實你們的位置會不會用這個方法還是順序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評判 可能給最佳辯論員的時候就難給分一點 還是你們都堅持這個坐法沒問題的 謝謝 謝謝 麻煩你, 麻煩你, 那些書院的同學 現在會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分別是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陳若嵐小姐 拔稅藍書院辯論隊前隊長劉冠鏗先生 以及香港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長李志欣小姐 本場比賽分為主變台上發問, 一副、二副台下發問, 結變共六個環節 台上變緣發言時間為四、三、三、四 每位台上變緣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均會有一丁提示 時間到會有兩丁提示 過時十五秒則會有三丁提示 屆時本人將會打斷變緣發言並提醒評判扣分 詳細賽規早前已經發佈與各參賽學校 請問雙方主變對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比賽正式開始 現在先由正方主變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問是否聽到? 清楚 是,好,可以 叮 主席評判、右方同學, 助族各位, 大家好 今年第九十四屆OCK頒獎典禮 因主持人Chris Watt 提及Jayda 當晚的光頭造影 遭到本屆影帝, 役席Jayda 丈夫 Will Smith 上台掌摑媽媽 引起社會巨烈迴響 有人嚴厲批評 Will Smith 使用暴力 也有人認為Chris Watt 的援燒毫無分寸 何方姓英兩者的行為都有不當的地方 因此, 今日恨量編題的標準在於 兩者行為的嚴重性及其行為動機 第一, Will Smith 掌掛行為觸犯法律, 行為更嚴重 在任何時候, 暴力行為都是不被允許 Will Smith 在聽到Chris Watt 對Jayda 的援燒之後 上前掌掛Chris Watt 以暴力損失憤怒, 屬於故意傷人 根據美國《營發典第242條》 Will Smith 的掌掛行為已經干犯了毆打罪 甚至當時洛杉磯的警方已經到場 並準備帶走Will Smith 是Chris Watt 多次表明不報警 他是不需要被拘留 並且可以上台領獎 在其後, 從奧斯克官方的聲明以及Punkert 也可以發現他絕對不容忍Will Smith使用暴力的行為 甚至被開玩笑的Jayda也指出 Will Smith的反應過激 可見, Will Smith 為妻指出頭的行為 自屬一相情願 但是就養成了大禍 而更重要的是 Will Smith 明明能夠選擇其他更合理的方法 去表達自己不滿的情緒 例如出言反駁 事後要求道歉等等 但他偏偏就以觸犯法律的行為 解決問題 相反 Chris Watt 在頒獎禮開玩笑的行為 本來並沒有問題 但只是因為他的操持失當 而未能達到與嘉賓互動的效果 反而變成有失分寸的言論 但無意 他的言論並沒有觸犯任何法律條例 只是屬於主持專業性的問題 行為嚴重程度較低 第二,Will Smith 的行為動機更具惡意 Will Smith 的掌掛行為無意 是為了報復Chris Watt 的玩笑 在明知暴力行為有違社會規範 和道德的情況下 在奧斯卡這麼莊嚴的直播頒獎典禮 對Chris Watt使用暴力 並說出 閉上你的臭嘴等的麻麻治居 可見他的企圖是為了宣洩憤怒 從而傷害Chris Watt的身體 並對其進行侮辱 行為動機具惡意 相反 Chris Watt作為一名喜劇演員 以及當晚的主持人 他的職責行為是為了頒獎典禮的流程作鋪墊 以及炒熱典禮氣氛 因此 往往會對當晚典禮的嘉賓開一些不同類型的玩笑 從而令現場氣氛綿與佛味 在當時Chris Watt說出 Jada期待你出現魔鬼女大兵2 的確台下的觀眾反應也很熱烈 Chris Watt達到了他的工作本意 即是炒熱現場的氣氛 被Will Smith掌摑之後 Chris Watt也即時澄清 這個只是一個有關於魔鬼女大兵的玩笑 從此可見 Chris Watt說出玩笑的動機 只是為了完成他的主持工作 而並非當眾惡意地要嘲笑Jada 在事件過後 Chris Watt身邊的知情人也表示 他事前並不知道Jada的斑徒問題 因此Chris Watt的錯誤在於 他未能夠充分地了解電禮嘉賓的背景資料 從而令他講出的玩笑惹起別人的不滿 屬於主持工作的欠託 但他的行為動機並無惡意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犯法的行為和非犯法的行為 何者應受到更大譴責? 多謝各位 甲方主辯所用時間為3分5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反方主辯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是否聽得清楚? 都可以的 可以 聲 主席、評判、作主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 首先問我們 如果一個是有法律責任的人 一個沒有法律責任的人 是誰需要更加大 要承受更大的責任 但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要講的不只是法律的責任 我們在不同的 他們的動機 在他們事後的補救措施等等方面 都是需要去比較的 其實聽完有方同學主辯4分鐘的發言 是不能發現有方同學發了兩個大錯誤的 第一就是誤解辯題 今天有方同學說 要討論何者的責任更加大 有方同學有沒有看過 其實是應受更大的譴責呢? 其實有方同學知道 所以誤解辯題 是原始兩個詞彙 首先講風波 風波不是單單講奧斯卡的 當刻發生的事情 還包含他們之後的各種道歉 或者他們受到的懲罰等等 都應該包括進去的 而至於譴責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壓制不良行為 去存人良好的公器 和讓當事人承擔應有的責任 第二,雙重標準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Wil Smith是公眾人物 他就不應該在公眾場上發生肢體衝突 去發生這些事情 但有方同學 難道就沒想過Chris Rock是公眾人物來的 難道說公眾人物就應該充滿著漫漫和侮辱嗎? 我見的是有方同學的講法 自相懷響 他全面不成立 其實要搞清楚辯題 我們是明白無論 Wil Smith還是Chris Rock 他們是不需要否認他們所犯下過錯 而以編題是要比較在哪裏 坐得更多 或者他們應不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今天我方衡量的標準是綜合從事件發生當刻 以及事後解決方法兩方面 去視乎何者應該受到更大的懲罰 而我方提倡Chris Rock應受到更大的懲罰 原因有二 第一,在事件發生當時的角度出發 要明白為何會出現這些事情 要先明白兩者的動機 Chris Rock作為當時的主持人 想去活樂、氣氛 但他偏偏選擇了一些地下侮辱 Will Smith太太的成分笑話 用來取悅觀眾 但這一舉動時引起了Will Smith的激憤 不如Chris Rock言語攻擊他的太太 所以就要上台掌掛Chris Rock 其實一個是為了開玩笑 一個是為了家庭著想 事物在座各位 當自己的家人受到侮辱 被人生攻擊 特別是在公眾場合的時候 時不見 任由家人受到傷害 是否最好選擇呢? 最過分的是 今天有方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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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嘲笑這些參選人 他嘲笑一些台下的人 是他的工作 哪有可能呢? 只是向Chris Rock作為專業的司儀 金牌主持人 他想到的笑話 又或者是炒越現場氣氛消息的方式 可謂是不計其數的 然而他偏偏選擇了這個 見到別人的痛苦之上的笑話 無疑是不可取 相反 如果Will Smith不用一些嚴重的舉動 Chris Rock並不會即時停止自己的行為 我想問有方同學 你們反對Will Smith去掌握他 但又一直拿一些 沒有辦法即時解決問題的方式出來 你們有什麼更好的方式可以代替他 我見的是 即使Will Smith因為有肢體衝擊 而需要被譴責 但不代表Chris Rock可以能夠放任不理 又沒有其他方法 但又不選取 而是選擇攻擊其他人 一個為了活絡氣氛 一個為了家庭著想 高下立盤 Chris Rock在事件發生這方面 無疑是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第二 在事後解決態度的角度出發 Will Smith首先在得獎的時候 向Chris Rock道歉 在事後已經發出了道歉信 道歉 還受到了奧斯卡等各方面的懲罰 反觀 Chris Rock到現在還沒有任何表示 而奧斯卡方面都沒有任何訊息 Chris Rock沒有負上任何責任 而恆舉止都會造成極大影響 而Will Smith作出的各種的 道歉和嚴重懲罰都已經告訴他們 其實這個行為是不可取的 但Chris Rock就沒有 是當核次譴責是為了社會風氣變好 令做了人負上應有的責任的時候 Will Smith就已經受到懲罰 是不是還需要繼續去譴責呢? 其實他們都明白肢體衝突是不對的 相反的是 Chris Rock到現在還沒有道歉 沒有向社會大眾交代 最後想請問有科同學 如果Chris Rock不需要更大譴責的話 是不是代表世界可以容忍言語的侮辱呢?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Will Smith會因為肢體暴力而受譴責 Chris Rock可以逍遙快活呢? 謝謝各位 月方主辯所用時認為4分1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不好意思啊 我是評判 我想說好像有評判填錯了我的分子 可不可以請兩位評判看看 你們填的那張分子是否自己的名字 謝謝 不要緊 不如三位評判 大家等一下 不如三位評判看一看 你們OK就在這個check box 告訴我你們確認你們在填自己的分子 下面應該有三位評判的名字 謝謝 謝謝陳小姐 不要緊 李小姐可以的 確認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繼續了 謝謝 謝謝 雙方同學我們繼續了 接著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緣 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辯會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 然後有1分鐘的時間回答 提問同學準備一樣 於限時到達前15秒會有一丁提示 叮 時間到則會有兩丁提示 叮叮 接著就會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上便緣 向正方主辯提問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子第一格 月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緣發問 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之後請向鏡頭示意 是,是咪是咪,請問是否聽到 聽到清楚 是,可以 叮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就說 Chris Watt語言暴力了Jader 但是又沒有論證 我方今天想問 如果我今天對我的朋友說 這個髮型很醜 大家大多會認為這個是一個援銷 並不會把它定義為語言暴力 如果今天有方硬是要說這些都是語言暴力的時候 那就是代表今天我們不可以開任何的援銷 不可以有任何謹話的出現 因為這些都是言語暴力 又又會有多麼荒謬呢? 所以當今天Jader並沒有任何公開言論指出 自己被言語欺凌或者傷害的時候 有方又應該由哪裏去介定它是言語暴力呢? 謝謝各位 凡方主便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叮 好 但是 我考慮一下 我有點選擇 是的 好 但是 沒有 好 有請粵方主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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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各位大家好 首先有沒有問出這個問題 就已經是智商矛盾 剛才有個同學主便已經跟我們說 Chris Rock作出這樣的行為是有錯 但現在發明的時候又說他沒有錯 有個同學當你智商矛盾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又應該要怎樣去理解你呢 另外有個同學說 這是一個還笑而已 但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在如此盛大的公眾場合上 你去做出這樣的行為 令人生氣了 在別人生氣之後 你應該要去道歉 你要看後續是怎樣去處理的 Chris Rock是完全沒有任何後續的處理 最後其實有本來也提出了一些 例如笑別人髮型等等 但這些是別人自願的事情 但問題是 Will Smith的老婆是有病的 有病是沒有人想的 當你是在笑別人有病 那你是怎樣跟一些還笑去比呢 多謝各位 接著下來是輪到粵方提問 請粵方派出一位台上辯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各位大家好 今天油方主辯和我們曲解的譴責 是等同於法律上的責任 但詩問再說 譴責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讓你承擔法律上的責任 當油方自己也承認的 Chris Rock其實已經說了不會去報警 不會去處理的時候 已經達至了他的目的 更深的是 我事後的時候 其實我會有道歉的 但反正Chris Rock是從來都沒有的 既然油方主辯和我們都說 語言暴力不經提倡的時候 想問一下油方同學 是否代表著 油方是否都已經承認 解決事態方面 上Chris Rock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還是油方同學覺得法律 都叫做譴責的一種呢 各位 各方主辯現在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叮 2 2 4 1 1 叮,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有请甲方早点回答 你有1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示茗示茗,请问听不听到 听到清晰 是,可以 叮 主持评判在右各位大家好 右方今天就和我们说我方改了谴责 但我方就不明白了 我方今天走出来跟你说谴责 其实是包括了法律责任 和奥斯卡的谴责等等 Will Smith要承担是因为他打了人 他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 所以他需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而相反,为什么今天Chris Watt不需要承受法律责任 就是因为今天Chris Watt根本就没有犯法 有方同学,麻烦你论证清楚 Chris Watt是不是犯了法 要负担这个法律责任 其次,今天有方同学和我们说 Chris Watt后续处理姿态应该受到更大 谴责的时候,麻烦有方同学留意今天辩题 其实今天辩题应该就着他们 我们双方在奥斯卡所做出的行为 而去判定今天辩题 谁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 谢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第一副片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可以的 好 叮 其实评判有方同学,酌酌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方就问有方 到底有法律责任,没有法律责任 都由监独去令他们改过自身 所以今天有方同学都知道 法律责任是更严重的 所以今天Will Smith的行为是被Chris Rock更加严重的 而且今天有方也都问我方 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忍受Chris Rock的言语暴力 我方在这里跟你说了最后一次 今天Chris Rock的行为并不是言语暴力 他是的然而确有错 但他的错是主持工作的失误 而且有方今天一开篇就要把Chris Rock的行为定义为言语暴力 但从来都没有论证到Chris Rock的说话是否属于言语暴力 从来都不是由我方,又或者由方去决定 而是由Jader去决定 而今天连Jader都没有发表过他被人侮辱,被人员工的言论 而Will Smith也表示这句说话是属于Chris Rock工作的一部分 并向其道歉 为什么有方同学就可以硬将Chris Rock的行为曲解成言语暴力 有一个不改正面论证 在座各位,其实这场风波之所以引起牵绵大波 不过是因为Will Smith和Chris Rock的公众人物 在意识生活中 我们或者都曾经犯过Chris Rock犯的错误 朋友之间的一句戏言 如果我无心和声音识被朋友说了一句 你真的好似曾志为一 然后无心,但听者有意 我不能说自己没错 但如果朋友在这个时候因为敢而出手打我 无论在身边的其他朋友或者是老师都认为动手的 坐得更多,要罚得更充 当然他使用了暴力 明明他有更多其他途径去表达他的愤怒 例如是要求我道歉和我绝交 甚至是向老师告状等等 但他选择了一个最不应该选择的方式 就是数诸暴力 其实听完有方和他开辩 难发现其实今天我方和有方都是从动机方面出发 但有方今天的标准或者两点都是站住的 首先有方就和我方说动机了 又和我方说原来 Chris Roth只是因为他想保护他的家人 但有方和我是不是觉得今天只要以保护为名 以爱为名就可以动手打人呢? 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价值观 有正当理由不应该是打人的原因 明明他可以用更好更加解决的方法 例如法律甚至闹回头 但为什么他凭什么是用暴力呢? 有方和我说原来暴力是今天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所以有方和我认为原来一言不合 我就可以冲上去打人了 而且有方和我又和我方说 原来Chris Roth没有道歉 但其实有方和我今天就说 Will Smith在台上已经向Chris Roth道歉 但他其实什么时候道歉呢? 其实Will Smith在台上开始是拒绝向Chris Roth道歉 后面才是在社交平台上道歉 所以有方和我今天的资料出错 而且今天只是道歉 多谢各位 请订阅完事宜 隔方第一负便所用时间为3分03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月方第一负便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继续完事宜 可以 可不可以再说一次? 你再说一次可以 可以 好,非常好,麻烦 叮 主持人的评判,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一副出来很好笑 首先说我们扭出面题 我们看看今天有方四 扭出面题的方法 我们看看为什么 我们由两个字眼入手 首先看看风波 风波不单止发行事件发生 当一刻还有去后续事宜 有道歉,有言声明,不言论批评等等 这些都叫风波 然后看看谴责 原来今天的谴责是指言语谴责 关法律不宜事有方同学 然后看看今天相当的动识 刚刚我们有方承认了 Chris Rock是有不当行为 他措施失当 还有责任有错误 然后看看有方标准 原来今天有方同学说什么 我们应该是有动机和严重性入手 我们看看动机 原来有方同学说什么 今天动机是指Chris Rock 是有正当动机的 我想知道的是 有方同所谓正当 是不是指言语谴责 是正当的有方同学 是不是指嘲笑别人有病 是言语谴责 这东西是正当的有方同学 看看Will Smith 只要为了保护他的家人 甚至连刑长都可以 甚至可以不顾刑长保护他的家人 这东西是否正当行为 就是有方同学 然后我们又来看看 为什么有方同学认为 今天Chris Rock 是可以嘲笑一个有病 而别人是不想有这个病的老师呢 我们看看 今天有方同学 举出一个很奇怪的例子 可以随意在那里笑人 比如说人家交性的矮 这种东西 为什么不可以在我们的标准成 首先我想历清的是 为什么今天有病的东西是有方同学 口中所曲解了的治愿呢 我们看到有病的东西是非治愿 为什么有方同学还在伤口上撒盐呢 有方同学 然后我们看看 现在我们再兜一下动机 原来我们刚才所说 他们不想有病 但是Chris Rock 还有金牌思义 为什么要有病 他嘲笑人家有病 这个方式 作为一个户落气氛的方式 其实他作为一个美国演艺 加装金牌思义 他有无数的方式 可以去炒热气氛 为什么他偏偏要使用这个笑话呢 接着我们来看看Will Smith 他只是一个为了停止Chris Rock 对他太太Jada Smith的言语慕辱 这个是一个保护家人的行为 这个也是一个即时可以制止到Chris Rock 对于他太太言语慕辱的行为 我想问回有方同学 除了肢体冲突这一样犯法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接着我们又来看看 Chris Rock就说什么 有方同学说什么 原来今天Chris Rock是这些保证 Will Smith的这些保证是不想发出的 尤其是被舆论批评的 但是有方同学有没有正视过 这些道歉声明是不是道歉 这些道歉声明是道歉的 我看看Chris Rock 他今天一张道歉声明 一封道歉信 一句道歉话也没有说过 那为什么有可能可以说 今天有可能可以说Will Smith是错误的呢 始终有很多 停停 但有些人又说Chris Rock没有改过 但很明显是有的 他有出道歉声明 看看公众人物 一个私人一个公开 为什么可以叫我多来给有方同学 基于义上论 停停停停 提醒 阅方第一副辘所用时间为3分17秒 有个时 需要扣分 等一下 拍电影 請停一會 請評判在分子上扣分 3分17秒 每次想問是扣多少分? 應該是每5秒扣5分 扣5分就可以了 在分子上 謝謝評判 接下來是甲方第二副變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言示意 請問你好了 定 人家扮靚是越扮越靚,不是越扮越拿命 這件事是出自香港棟篤笑將人王子華 可見他們的工作是說笑話引起觀眾注意和令他們笑 同樣地Chris Walk作為一個喜劇演員 棟篤笑主持他的職責就是說笑話 利用他的口才和表達手法諷刺社會議題 惹觀眾發笑 而歷屆奧斯卡都有邀請孩聲炒熱氣氛 例如知名孩聲比利克里斯托 曾擔任九字主持 當Chris Walk 失言被刮後 他都即時澄清 這個只是一個喚笑 但當時台下觀眾反應熱烈 Chris Walk 的確做到炒熱現場氣氛 令觀眾開心的任務 今天惹方一直都承認事件中雙方都有錯 但可惜有方今天一直混淆視聽 只是說Chris Walk 怎樣錯 但沒有比較為何他比Will Smith 錯得更多 首先我們一起來看看 Chris Walk 今天惹方說 他不斷嘲笑Jader有病這件事 甚至是用言語侮辱 但首先今天惹方一副 和台上都不斷出來問有方 究竟哪裡論證過 Chris Walk 是用言語侮辱 用言語暴力 但今天惹方沒有回應過 再者今天惹方跟我們說 他嘲笑Jader有病 但今天惹方就想說 其實Chris Walk 說過 他根本不知道Jader有病 今天惹方想問 為什麼Chris Walk 在他不知道有病的情況下 還嘲笑他有病 所以今天惹方說 今天從來沒有論證 為什麼他是惡意笑他 今天惹方和這個論點已經站不住腳 而Chris Walk 只不過是沒有預計到他的說話 會對Jader造成傷害 事前沒有做好資料搜集 的確有錯 但這是不是工作上的失誤 我們再看看 今天惹方說 Will Smith 為了保護家人 為家庭著想 還可以不顧形象 衝出去打人 今天惹方說包裝得很好聽 但今天我們先看看現實上 是不是真的所有東西 所謂為了什麼什麼就可以立刻衝出去打人呢 當然不是 今天惹方說我也可以說 你記得我不開心 我現在就要立刻衝去打你一巴掌 今天惹方說合不合理呢 這世界從來沒有所謂的正當理由 可以去實行暴力 今天惹方說麻煩看清楚了 所以今天 Will Smith 出手傷人 的確是人格上的錯誤 甚至是觸犯法律 而今天說到法律這件事 有方跟人說 什麼法律 根本就不關事 但是今天法律就是代表誰是做錯了 更加觸犯法律的底線 然後就要受到譴責 受到懲罰 再者今天我們就是 以法律這件事 因為Will Smith 出手打人 所以是證明了他的嚴重性更加高 但是Chris Walk 只是工作上的失誤 並無觸及法律底線 所以他就應該更加受譴責 今天有方都不斷很喜歡說道歉這兩個字 但是今天有方不斷只會拿道歉 一個有道歉和一個沒有道歉出來比較 可能有方說過 為什麼這件事是凌駕性 還有我們今天要看回Will Smith是打人 但是Chris Walk 只是一個開玩笑 多謝各位 隔方第二副辯所用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月方第二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計時言示宜 可以 可以 各位今天有方很喜歡跟我們說說說笑話 有方同學說說因為專業操守又很差 所以令到他沒有做過資料搜查 所以造成這樣的事件發生 正正因為誤會 所以導致了這個言語上的暴力 所以跟今天有方同學後通所說說因為這個誤會 所以導致這個姿態觸發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今天有方要凡請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誤會所出來的言語暴力 不叫原語暴力 反正如果有方覺得這樣成立的話請有方自己也想一想 是不是代表著我這個誤會上產生的肢體暴力 都不要到肢體暴力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有方一副跟我們說風波其實不講後續事件 在說我方在偷換概念 但是我方一副交完了定義給右方 右方二副其實都已經知道風波是這樣的後續事件 所以今天有方是先跟我們說道歉上面的事宜的 但是市民在在各位 就是你跟我說Chris Rock不知道他有病 但是不知道他有病 你也要出來跟大家說 其實我要對不起 我沒有做過相關資料搜查 也就是我應該要為這件事情去道歉 然後有方同學更加可笑的 同學我們說法律上 跟你說完法律其實不是譴責一部分 譴責的言語上是指責 法律是什麼要你坐牢 坐牢包括什麼言語上的指責 更深刻的是有方人有沒有釐清過 究竟譴責我的用意是何在 用意不是正正要你承擔到應有上的責任 應有的責任是什麼 Will Smith應該要跟大家道歉 說回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跟大家說回 其實你肢體暴力是不應該的事情 同樣地Chris Rock要跟大家說回 其實你言語暴力都是一個不合當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有可能這麼喜歡說法律 不妨跳入有方堂的法律方角上來看 其實現在說的就是Chris Rock 有方自己都會說 都已經和大家說說 其實不會暴警不會追究的時候 究竟有方是你想譴責譴責來做什麼呢 繼續變私下去繼續任由他 他既然已經受到應有的責任的時候 再多來的譴責也無謂 你再看今天有方堂跟我們說法 其實有些炒爾氣氛 工作的原意在我方認同 但是問題在於你無造作的笑話方式 有方跟我們說笑話 其實笑話一定是會冒刀人 但是同有方說了 就是說我本身可以嘲笑的對象 譬如一些明星 他自己去主動販毒 你可以用來示威 因為他本道德上有錯 他本主動去做這件事情 你還沒笑 或者可以自嘲都無所謂的 但是最終的問題是什麼 我這個人 我作為這個太太 其實我根本上 我這個病 這個病根本上就不是我想要的 根本上本身已經是一個受害者 今天有方堂口中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任由在你傷口上灑鹽 對於整個這個堂頭的家族上來講 是一個很不尊重的行為 那又不需要釐清嗎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今天有方堂跟我們說 今天有方拋了一個詞語 跟我們說有沒有改過 有沒有知錯能改 即使用有方來知錯能改 其實誰是知錯 誰有道過協 或者誰沒有道過協 所以今天有方無論是自相謀虛 也沒有來清我究竟的事實狀況 多謝各位 月方第二負面所用時間為3分11秒 沒有過時無需求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輪發問 請請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元發問 請變元開啟鏡頭並視咪 是請問 是咪視咪聽到 清晰的 你有1分鐘的發問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準備好 定 除了各位 今天我們看到原來Will Smith打完人之後還要罵了Chris Walker 叫他閉上他的醜嘴 反而Chris Walker被人打完微笑震定 並向觀眾繼續開玩笑緩和氣氛 而人的處理手法亦高下立見 有方同學不斷地跟我方說他們一個道載協一個無道歉 於是道載協的就可以罰少些 但有方同學完全不律了 所以行為的不同程度嚴重性 有方同學 一個殺了人道歉 大家不會說他可以給一個開玩笑無道歉的人罰少些 所以想問有方同學 是不是只要當眾道歉 即使犯什麼錯都不用理會呢 多謝各位 月方現在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開始計時 叮 開始 TING TING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月方派一位便员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可能要退后一点因为看不到你那个样貌的原则 好,可以吗?可以 各位大家好,分事前事后来解释 今天有方派一位跟我们说了 尤方派一位打完人之后还不再握上他 但有方派一位有没有看过当时的财务战的态度是什么 是否好像有口中派一位这么正义 根本就不是,仍然是稀皮笑脸 这个才是他想骂他的继续根本原有 然后再说有方说程度问题 但有什么很可笑的跟我们达出一个类比 叫做杀人和过玩笑 按照有方的逻辑 我打完人代表我杀完人 然后再来一点就是事后的后续事件 有方说法律上,看你杀人就需要 成就法律上责任 但我现在是用来做些什么? 正是因为我怕我杀人,我告你不入 所以我才要谴责令到法官判定可以有罪 这个就是验责的目的 但我既然已经告过了 特朗普也说不会再追求法律上责任的时候 那么还需要继续检责我 反正是特朗普一直都未到 都需要受到验责 请愿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试麦 试麦试麦,请问前收成评释 有些散,你可能可以再走前一点 试麦试麦,可以 试麦,可以 试麦,主席评判有方来说 各位大家好 有方主便一出来跟我们说 标准是要看动机 接着就说Chris Rock其实是没有做错的 但到一副位置就已经承认了Chris Rock动机有错 接着有些主便就跟我们说 Will Smith其实动机是错的 只是一伤情绢,为了报复而已 但到二副就质疑我们 Will Smith或者家人会不会打人呢 我看到的是他们在动机方面已经退了标准 也已经走了 其实在2016年奥斯卡班长典礼 Chris Rock也曾经因为歧视阿裔而同 得到李安等人抗议 其后他都会再次发生的时候 但到今年他又再次反装 公然招设Jayden的方向 动机已经有错了 但今天有方同学很奇怪的 跟我来说 没有犯法 动机就做完 所以我想请问有方同学 Chris Rock动机这么好的时候 为什么他做完侮辱人之后的笑话之后 他没有做出任何道协措施 没有做出任何補救措施呢 多谢各位 甲方现在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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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请甲方派一位辩员回答 你有一分钟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 叮 大家好,今天有方和我不断想单独收道歉和没有道歉 但缺乏整体考虑意识 没有想过他们分别做过什么行为 今天有方和我说 一个是动机就是保护家人 一个是说笑话 但今天我方就想问 Will Smith打人的时候 他不是打算打人吗? 他不是明知会伤害Christopher的情况下 依然冲出去打人吗? 就算就算就算 互妻可能是他背后的理由 但是这样 有理由就代表可以打赢吗?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Christopher 他本身的工作就是一个主持人 他不知道Jada有病 他是无意冒犯了Jada 所以他就是 没有做好准备工作 是工作上的失职 而今天有方和我说到 没什么好说了 就打算攻击Christopher 这件事做得更加错 多谢各位 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 请辩元开启镜头 定视麦 可以? 甲方台下同学可以吗? 我画面是不是停滞了? 不是 应该没问题的 我们听到你的声音 可以吗? 好 可以 叮 谢谢各位 今天有方和我很有趣的 跟我们说 今天为了家人 最想就可以随便打人 犯了法 原来是护妻就可以容忍 不明白有方和我的逻辑 从何而来 今天我方都说过 其实Will Smith 有更多近理性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 即使他当场站出来反驳 Chris Rock 都比上去打 Chris Rock近不好的时候 有方和我说动机是好 然后可以罰少一点 这个说法根本讲不过去 再者我们今天从来都没有说过 Chris Rock没错 我们今天 正正是认为他作为一个主持人 没有找到背景资料是不对的 有方同学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当Jader完全没有公开表示 自己被受伤害的时候 有方同学是否懂读心术 是否帮Jader 将说法定义为如语暴力 请正面论证 谢谢各位 月方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叮 谢谢 丁 丁丁 月方现在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月方派出一位辩元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继承事业 可以 丁 还有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法很双重标准 一方面跟我们说 因为这个REALSPAV有更好的选择 所以他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 但有方有没有想过 其实Chris Roth也有其他更好的笑话 去笑都可以照得 但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有方法跟我们说 Willisberg有其他方法 那问题就是没有 有方法跟我们交出的两个其他方法是什么 立刻出言反驳 但出言反驳 只是会被他继续笑下去 第二,你跟我说事后离场 事后离场 即是事后逼他道歉 事后逼他道歉 不是即时立即停止他发言 现在Willisberg是想要做什么 就是要立即停止Chris Roth对他妻子的言语目霸 所以可见到他不是一个唯一的科案 始终未见 他有没有很奇怪 跟我们说Jada的例子 但这个问题正正在于 他本身已经是黑黑 本身就已经反白眼的时候 正正因为被一些网民的无意 恶意上批明 所以他才不敢公开 因为已经被一些不应该承受的欠责 而被他欠责 时间已够 请月方停止发言 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试麦 清晰的 你有1分钟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可以 评论 大家很想看法律 有没有跟我们说法律应该是今天行动电影的标准 但问题我其实很清楚说过 法律不可以和谴责扯上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看的不只是看有没有犯法 是整个过程哪一个负责更大的责任 所以当有可能是承认Chris Roth没有道歉 Rules Smith是有道歉的时候 当有可能是承认Rules Smith的动机是比Chris Roth好一点的时候 好了我们再看 有可能跟我们说Chris Roth的职责其实是说笑话 但是哪一个金牌司已炒起气氛 是建基于人家的痛苦和人家的病 司已是否一定要透过侮辱人家才能够炒起气氛呢 有可能跟我们说Chris Roth不知道Jayden有病 但问题是在于金牌司已有没有责任去事前作出资料搜索 知道有什么是策略的问题 各位 隔方现在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谢谢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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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准备时间结束 有请甲方派出一位便宜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进口示意 准备好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开始退 不再说言语没用 不再说言语暴力 只是问我们 究竟他是不是有责任准备好资料工作 今天我方承认 这个不就是Chris Watt工作上的失误 多谢今天有方同学已经承认我方论点了 再者,今天有方同学很有趣 多谢跟我们说 因为Will Smith要立刻停止Chris Watt的言论 所以才会冲上去打他一巴掌 不是还有什么方法 今天有方同学似乎有点偏激 我方今天认为 如果今天有方同学可以和平解决问题 例如你站起来和Chris Watt 说不要再说 都不需要立刻冲上去打他一巴掌 今天有方同学再跟我们说 今天法律根本就不应该用来衡量 但今天有方从来没有回应过 因为今天有方同学自己都知道 因为Will Smith犯了法 所以他的严重程度更加低 就需要更加受警察 叮叮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是截便准备时间 双方截便由一分钟作准备 开始计时叮叮 叮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叮 跟上冬就算是双方截便 双方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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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 优划 比赛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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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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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这样的问题 右方答台的时候说不应该看动机 那是问题周来 由于方主辨的标准是和大家说要看动机 右方是不是有智商矛盾呢 Win Smith的动机是在干什么 原来他就是怕被摸摸摸摸 就是见到为了怕被摸摸摸摸的时候 他才逼着要帮他老婆出面 这个他才逼着去做 所以在动机方面由方都迎议到何方 第三我们来看补救措施 右方常常都不敢回应这一点 知道Chris Law是无道歉的 而我方二虎都问右方 如果右方想验责的成果是为了什么呢 就希望对方可以道歉或获取公义 右方都说过的 人要懂得知错能改 就叫做Will Smith又道歉懂得知错能改 例如Chris Law 我方台下都说过了 原来2016年他已经得罪过人 原来现在都继续得罪人 知错不改 究竟哪有任意呢 再说Will Smith又有法律责任何所提法这方面 我方二虎已经拟清了法律责任 是不等于验责的 我方言字簿一个就罚钱 坐牢的时候 如果不是语言的成果的时候 扩立了两者都不同了 所以扩立了的归纳是 原来Will Smith又有法律责任 甚至奥斯卡对Will Smith又有成果的时候 所以我想问右方的欠缘就是 原来有道歐总协有相应的责任的时候 究竟右方验责商为了什么呢 最终在情 因为右方始终都不理解 原来Jita原来从来都不是Will Smith 所以Jita受了伤 所以今天右方都不明白他们的感受的时候 今天右方情方面说不过去 多谢各位 月方欠编所用时间为4分08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最后由甲方主便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准备好,请听不听到? 清晰的 以外之名可以挥权 事后道歉,解决一切 这个就是右方同学今天全场的论点 主席、评判、右方同学 做了各位 君子动口 少人动手 从故至今 我们都强调以理服人 无论中西方的国家 都对暴力保持着寧容忍的态度 在刑法上 也加入了懲戒暴力行为的罪名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旦暴力得到大众的认可 社会将陷入不可控制的地步 社会的秩序也不负存在 而今天回到整场比赛 我们也不难发现有方同学犯下的三大逻辑谋误 第一,言语侮辱,戒定模糊 今天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Chris Rock 言语侮辱组Jada 但如何言语侮辱 就完全没有说过 我方追求言语侮辱的界线 追了整场都是追不到的 而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Jada今天反白眼就等于是被人冒犯 但是我方也有说 Jada在Will Smith 打完人之后是有笑的 那他是不是又觉得自己无避无反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有方同学是十分相标 觉得自己可以读到Jada的心 而我方就是主观战差 第二,合理化暴力 今天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Will Smith为了保护家人 他就可以打人 即使有其他的途径 他也可以打人 因为暴力就是最直接 最可以即时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有方完全无视了打人的重要性 在洛杉矶警方都到场的情况下 都无视 Will Smith犯法的事实 避而不答 所以有方同学教清楚 今天Will Smith不道歉 是不代表 Chris Rock不报警 是不等于Will Smith没有做错 也不等于打人没有问题 他可以逃避了懲罰 逃避了谴诈 第三,道歉解决一切问题 今天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Chris Rock不道歉 就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诈 但是我们今天对比两件事 是否应该性质相同才有可比性呢 而我们看回奥斯卡风波的整件事 一个是打人 一个是笑人 请问有方同学 这两者的可比性在哪里呢 衡量他们道歉那把尺 又应该是什么呢 有方同学全场都没有跟我们说过 再者有方同学又跟我们说 Chris Smith今天已经道歉 他就不用受到谴诈 他所有错都可以一筆勾销 但是有方同学今天想想 你现在不小心笑了人 被人打回 你觉得这件事合不合理呢 同样地 今天我们犯了法之后 道歉 是不是就不用受到谴诈 不用扶上一切责任呢 回顾今天变题的两位人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个思想实验 试一下把世界推到极端 一分为二 地球的另一面全都是Chris Rock 而另一面就是Will Smith 你可以想象 里面最多的就是每天 换个种类 听着不同类型 不同程度的玩笑 或者很多会有模范性 也会令人那么不适 可能难以忍受 但是再试想另一面的世界 只要你开了一个玩笑 甚至不是玩笑 人家都可以随便打理己拳 其严重及混乱的程度 相比之下 熟清熟重 外相而知 通常世界 不对Will Smith的行为 施以更大的谴诈 但等同于容许了我们 以拳头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理由使用暴力 大家会认为 只要别人冒犯了我 或者理由看之正当 就可以使用武力了 相信大家在不久之后的将来 都会在街上见到不同的人 正在互相嘔斗 这样的世界相信大家也不敢想象 多谢各位 甲方劫便所用时间为3分53秒 没有过时 无声扣分 比赛告一段落 本人将与评判及双方合分员手作联络 处理分子 但为了把握时间 我们会有请3位评判填妥分子之后 逐一邀请为今场比赛给予评语 请大家手等一等 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需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请先选出3位表现最佳辩语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余下一位得10分 另外也提提那沙斯苑的同学 由于比赛仍在进行之中 希望你们可以打开前置和后置镜头 谢谢 如果3位评判分子都可以 请你在聊天室可以打个OK给我知道 之后我们会有请3位给评论 microphones '. 我tan 会员 是的 嗯 this 你 感谢观看 谢谢李小姐 李子珍小姐,在街边的评论 如果没有弃损的电源 可能要写一个0字在上面 谢谢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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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 刘冠康先生 你那个评论 是否已经完成电写 还在寫 街边评论 你多给30秒 不要紧 慢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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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問題的話,不如跟剛才的評判的介紹次序順序開始 首先,現在我們先請香港大學月月辯論隊前隊長陳若嵐小姐 為我們今天雙方的表現給予評語,有請陳小姐 Hello大家,我想問聽到的 清晰的,謝謝你 謝謝 首先辛苦雙方同學這麼早起床打比賽 主要就是一些你們有討論的大戰場去講一講 先講第一個戰場就是法律方面的戰場 今天雙方就提出說因為Bill Smith有犯法 所以就比Chris Watt更加應該受到譴責 我覺得這個一開始聽,我覺得沒什麼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就很期待其實月方會怎樣去反駁可能這個邏輯就是犯法等於近受譴責 我聽到月方最大的反駁就是應該是說他已經受到應有的懲罰 因為他已經被OCR禁止了出席 事後有道歉,也有可能觸犯法律 所以但是我覺得再進一步的是 我是不是聽出為什麼觸犯了法律不等於整件事很嚴重的這件事 今天但是隔方又很嘗試去問很多月方的問題 例如是什麼? 例如台下發問第一條 就類似就是說你可能有些東西我們是犯了法 但是不代表道歉就完 那我就會想其實月方同樣都可以問的是 那是不是有些東西沒有犯法? 就等於是沒有事呢? 那我想到一個我不知道是什麼好的類比 其實月方都可以嘗試問的就是 那我當一個人他是衝紅綠燈 那他是犯法是不是? 但是另外一個人可能他沒有犯法 但是他拋妻棄子 那你又會覺得哪個人可惡一點? 那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就 或者是更加受到譴責 那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月方也可以反問隔方的就是 是不是沒有犯法? 就等於那個人是沒有那麼應該受到譴責 那我覺得是可以再推回到一個極端 然後在法律方面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犯法不等於是更加受到譴責的原因是 第一個原因可能就是因為他本身犯法 他應該可以承擔到法律的效果 其實某些事情上會不會就是因為他沒有法律後果 或者沒有法律的約束 所以更加應該要受到譴責呢? 那就是很簡單來說就是 譬如剛才的例子就是可能 他拋妻棄子 那他真的沒有犯法的 沒有人說你不可以拋妻棄子的 但是重點就是在於 這個東西大家會不會覺得 可能是需要約束的一件事呢? 但是如果需要約束 但是有沒有法律的存在的時候 是不是更加需要受到人的一些 我不知道是道德規範 或者人的一些自己個人的標準 而去約束呢? 所以會不會這樣比較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能有些事情 即使沒有法律的沒有犯法都好 但是都可以做一個這麼大的譴責 就是用人的言語去約束他的行為呢? 那這個是可能我小小的想法 就是例如我想就是 可能是校園欺凌這樣 校園欺凌的都未必是 每個欺凌的人都是犯法 但是重點就是在於 我們都會很不喜歡校園欺凌 這件事就是在於 他們真的對人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所以我想那會不會與方 可以用多一些類似的類比 或者可能用多一些類似 可能現實生活中出現的例子 去說有些事情沒有犯法 但是其實對於人來說 的傷害都是很大 然後我覺得隔方 他們都有講很多的 就是一些例子 我覺得反問到月方的 例如就是台下的問題講了 然後他台上發問也都有講 例如髮型很醜 那就是代表所有事情都不可以開玩笑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你問月方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同樣月方也可以問你 就是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開玩笑呢? 就是今天其實月方 我覺得差少少的位 就是你沒有嘗試去矮化隔方的立場 就是隔方他會跟你說 這個是他的工作而已 這個只是一個笑話而已 他沒有惡意的 他唯一的錯 就只是可能是首集資料上面的錯 但是月方應該可以反問隔方的是 那在你眼中 是不是所有玩笑都可以開呢? 因為其實你們本身都有一個立場 就是說他有更加其他聽下去 沒有那麼冒犯的玩笑可以開的 那為什麼他唯獨要開這個玩笑呢? 例如今天隔方第一條的台上發問 他就說 如果我跟我朋友說 你髮型很醜 那是不是你都要無端端打我呢? 那反而我想問的就是 那是不是你跟任何人說髮型很醜都可以呢? 或者你跟任何人說你的樣子很醜都可以呢? 或者甚至說你的樣子不單是醜 不如你可能嘗試一下自殺吧 那其實可能在隔方立場來說 可能都是一個笑話來的 那到底他問你怎樣界定這個是冒犯的時候 那不如你叫他界定為什麼不是冒犯呢? 然後隔方就會有一個最大的論述 就是說其實Jada不是很介意的 誰跟你說Jada介意呢? 那反而我不知道 可能資料搜集上 岳方可以嘗試找一下 就是會不會有一些譬如斑託的患者 出來跟你說 他是真的覺得被冒犯或者是怎樣呢? 因為其實我可能有些學生做資料搜集上 他們都有找到少少東西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斑託的患者 或者有一些其實不同的明星 都有嘗試譴責過 就是Chris Ward 的一些笑話 他覺得他是處理得不好的 這樣 那其實這件事情都可以說的就是 OK 即使Jada他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表態 我受到冒犯 但是他這個笑話 因為公眾場合說 那可能未必只是Jada他覺得受到冒犯 其他人受到冒犯 那有方陀你又覺得做不重要呢? 就是可能有些斑託患者 他說他患起了他過往和這個病對抗的情景 他覺得很辛苦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都可以 粵方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呢? 第二個戰場呢? 就應該就是講那個 有沒有道歉的那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有沒有道歉這件事情 粵方是會有些少少可惜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沒有道歉這件事情 應該都是粵方比較大大的位置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去到 台下 我覺得可能是 去到義父的時候才有很大大 就是如果你覺得他本身都是有 可能職業上面或者是工作上面 搜集資料的錯誤的時候 那麼他最終有沒有跟人道歉呢? 還是他純粹覺得就是沒有啊 我就是數珠 那我搜集資料做得不好而已 那我也沒有錯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粵方可以反問一下 那如果你覺得搜集資料 他是沒有錯的 他又不出來道歉的時候 那大家是不是就 其實他不應該受到任何的譴責 他都一時不專業而已 那我覺得粵方可以嘗試問一問 正方的同學 隔方的同學 然後呢? 還有我覺得可以 另外一個位置就是講說 隔方會說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言語暴力的話 那為什麼Jaden沒有公開表示呢?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 粵方有嘗試回應到就是說 那他未必公開表示的原因 不是代表他沒有受到冒犯 可能他會承受更加大的壓力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回應上是挺好的 就是我在想 例如可能有些人被人欺負這樣 但是他不是每個人都可能主動會去 我當是報警 或者可能主動會跟老師說的 因為可能他就是覺得 這件事情會令他承受更大的壓力 就是會不會可能事後處理上他的壓力很大呢? 或者他會不會受到更加多的公眾輿論 可能就是說 你玩不起呢? 那我這件事情都可以嘗試是粵方論證 那所以呢 去到最後 我覺得呢 言語暴力上的位置 或者是 肢體暴力上的位置 我們聽上去兩邊都會有錯 但是我覺得可能這場比賽 就著重大家怎樣演繹 何者是更加錯 或者何者是更加不能被接受呢? 那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情 粵方可能是稍為難一點 因為好像大家都真的聽上去 就是打人就是不對這樣 但是我覺得其實粵方可以嘗試再演繹多一點 就是為何言語暴力是這麼可惡 或者為什麼是這個 其實這個世代可能都會有一些 譬如我當那些留言 如果你是譬如抵毀別人 或者可能是惡評 其實這些事情 大家都會可能是犯法的 那會不會其實近年來 大家對於一些言語暴力上的事情 會更加注重呢? 即不代表他沒有犯法 不等於他 沒有犯法 不等於是最近年來 那些人是不注重 或者覺得言語暴力就是可以接受呢? 甚至 最後一個位置 就是我覺得犯法少許可惜的 越犯少許可惜的位置 就是在於 其實你應該都要問一下 隔方對於在你眼中有些什麼 不是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 其實有很多事情 在隔方眼中 我想應該都算是開玩笑 因為他只要沒有心 或者他在工作是這樣 他就可以亂地嘲笑別人 所以如果他覺得 亂地可以嘲笑別人的話 那在他眼中 是不是只要我打著工作之命 或者我只要打著開玩笑之命 那又可以做什麼都可以呢? 因為這個都是隔方 整天反問越方的位置 就是 我是不是打著一個保護家人之命 我就做什麼都可以 其實越方你都可以嘗試問一下隔方 我是不是用一個開玩笑之命 我就做什麼都可以呢? 是的 那今場的評語就來到這裡 謝謝 謝謝陳小姐 接下來呢 我們有請 拔瑞藍宵院辯論隊前隊長 劉冠亨先生 給我們評語 有請劉先生 好 那剛才評判都說了很多 那我都補充一下 看法 那 我覺得今天幾個討論 就是幾個展場 都是 但是我想補充的就是 剛才評判可能沒有 沒有說話 那我就重複了 那我想說一個就是 風波這個定義 那其實越方一開始已經說 就是說 他們覺得 不認同甲方的定義 風波就應該是 不只是掌摑那個事件 那一分鐘的變化 而是應該是 計算後續 之後的道歉 之後的言論 那我是同意這個定義 但是我就會想 究竟這件事 對於 場比賽有幾大的 有幾大的影響 那就是 我會覺得 那掌摑那件事件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風波的核心 或者是那個起源 那之後 還是會有很多事情 後續的 那就是 那就是 月方說了很多 隔方都有回應 就是 究竟有沒有道歉 有沒有人受到冒犯 之後說了些什麼 以及可能已經受過些什麼 懲罰 警察到場 譬如 那我就會覺得 其實 就住這個風波 那其實一定是 本身掌摑那個事件 是 最大的一個部分 那之後越來越 就是 隨著時間線推演的話 之後的事情 其實應該 就是 除非有一些 很大的 很大的事情 變化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應該之後的事情 對於 兩個人的 應該受意譴責 或者 如果 概論 這麼說 道德責任 其實應該是 越來越小的影響 就是掌摑那個事件 或者引致到掌摑那個事件 或者引致到掌摑那個事件 道德責任 是比較大的一個部分 之後 有沒有道歉 其實是會越來越小的影響 因為我們說的風波始終都是掌摑事件的風波 那麼 我覺得 下一項要答 要想大家想想想想的事情 就是 譴責這個 就是 在辯題之下 譴責這件事 那麼 辯題就沒有說應該是 哪一個去譴責他的 那麼 那麼 我的理解就是 如果沒有說的話 當然 不一定要指明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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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这件事甲方认为是犯法的 今天粤方的说法就是 他已经道歉了 所以就算这件事是犯法也好 就算打人是有错也好 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就会想 其实你道歉 应不应该受谴责 其实是没关系的 第二就是其实应该继续受谴责 其实是没关系的 你可以道歉 其实你也继续应该受谴责 第二就是其实你道歉本身 如果你这个道歉 从你的角度来说是应该道歉的话 其实是不是向前一步去想 那是不是你本身做错了 应该受到谴责 所以你才要去道歉呢 我排除了他是为了自己形象 或者为了下台阶所以道歉 那如果他是认为自己是做错了 应该受到谴责 然后走去道歉的话 那其实 隔方今天说的 今天是不是可以说 就是说他道歉本身 就是代表了他承认自己的责任 然后他知道了本身自己是应该受到谴责 那当然了 回到时间点上的事情就是 可能他道歉之后 他会受到的谴责 比起他道歉之前 应该受到的谴责是小了的 因为他道歉了 那但是不等于他第一 本身应该受到的谴责是小的 第二就算这个道歉之后 应该受到的谴责是小了也好 都不等于他是小过对方 Chris Rock应该受到的谴责 那我觉得这些概念上面究竟 在时间线上面谴责这一件事 谁去谴责 还有究竟道歉和谴责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 我本身会期望这场比赛 可以听得多一点 而可惜 其实双方都好像都没有运用到对方 在这个立论上面 就着这几个概念的一些 可能是缺点 或者是没有展示的地方 是没有责物多重的 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譬如 岳方其实可以说 如果 如果Will Smith打人这件事 是这么严重暴力 就是甲方所说 这么不能接受的话 其实Chris Rock作为被人打的那个人 他不去报警 那是不是应该受到贴责呢 就是我一个很天猛的想法 但是因为我的想法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 因为甲方今天的立场就是 犯法走第错 而且这件事 是应该要有 就是 牵涉在这件事里面的人 其实是应该要去 令到 令到正义得到彰献 或者令到 犯错的人 受到贴责的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Chris Rock其实 他是最有能力 去令到 Will Smith 去受到譴责 或者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 就是他透过去报警 他令到这个正义得到张献 甚至乎 令到之后的人 是会 不敢再去 譬如 这个就是牵涉去到究竟 在回到那个风波这件事情里面 其实 在时间线上 越后的事情 对于那个风波核心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 越不关事 但是既然 今天尝试将时间线拉长 尝试将风波 是讲到 越多事情 越好的 就是将越多事情 拉进来去讲的时候 我觉得是可以 探图这个进路的 根据利利的主事 那么 嗯 另外另一个争论的点 就是说 其实Jayda 都没有说到 自己是受到 受到侮辱 究竟什么 才是热于迫力 其实今天隔方都问了很多次 然后其实越方 都没有很正面 就是除了说了一句 在台下的时候 说了一句 Jayda都有反白眼 也有恨念 之外 其实是没有论证到 究竟一个普通的换笑 一个不好的换笑 和一个真的牵涉言语暴力的换笑 其实这三者之间 有些什么是原则上的分别 令到今天Chris Rock说的 所谓的笑话 其实是一个言语暴力 我觉得这个其实 不是一个完全论证不到的事情 令到越方要去避 那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越方在策略上面 好像不是很愿意去说到 或者不是很说到 为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言语暴力 尤其是你们的立论 很大部分就是说 其实Chris Rock的言语暴力 是很严重的 也可以比起肢体的暴力 其实是一样 那么大伤害甚至更多的 我觉得如果你的立论 一个这么根本的就是说 就是说言语暴力 这件事的话 我觉得在那个论 解释这件事件 为什么是一个言语暴力 言语暴力有什么 那么特别呢 我觉得这个是 职越方可以做多少少的事情 那 那 隔方就说 其实 其实Jader 都没有说很生气 或者没有说说 说受到伤害 那其实我不是很 认识这个说法 但当然越方没有指出 那我就没有就这件事 去扣分 那为什么不认识的原因 就是因为 没有说就等于 没有受伤害的话 那其实第一 Chris Robb 可能他在当场都没有说 我好痛啊 那他受到的肢体伤害 其实是不是 都不是一个伤害呢 他没有说很痛 他没有说自己受不伤 那可能他之后有说 或者之后有其他访问 但是他当时其实都没有说 第二就是 受到言语暴力伤害的人 其实正常来说就是 因为受到那个 心理创伤是大的时候 你要他去重温那件事件 或者你要他不断去重提 自己受到什么伤害呢 其实这件事 是会对他造成二次伤害的 那如果你对于 一个人有没有受到言语暴力 的那把尺 原来就是去看一下 他有没有说到自己受到伤害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标准 亦都对于那个受害者来说 是一件 如果这个是个标准的话 对于这个受害者来说 其实是一个不理想的事情 那 最后想说一说就是 就是在回应或者博论上面 我想 提出一件事 就是其实好像有些时候 尤其是月方 在回应对方的论点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你们这些论点 其实很多很多都是 可能我觉得 应该准备好 而且是真的认得对方的主线 但是 怎样可以 就是这个技巧上面的位置 怎样可以再 令到评判明白到 或者是怎样可以 将你的论点打得更好一点 就是 即使你准备了你的稿件都好 但是对方说的字眼 未必是跟你准备的字眼一模一样 例如 例如 反反弯异父 你又说 政方就说了 知错能改 就行 知错能改 就 没问题 或者是前场 我现在找不回 总之我抄过 好像几个辩位 都有一些字眼就是 你尝试去 说对方有说的 但是其实对方不是 完全说的字眼 虽然你的论点是准备的 但是 我觉得你可以做的就是 你直接召唤 你抄得清楚一点点 直接召唤人家说的 那个字眼 然后你就着那个去 才去开展你的论点 第一 评判就会知道 哦 你是在回应这些东西 你不是自己作的东西出来 第二就是 你这样 你都可以 针对对方 那个正确实说的东西 去 临场去调整一下 你博论的内容 那就会令到 大家 就是听到很舒服一点点 而不是好像 嗯 有些是已经准备好了 接着就 你听到类似这个字眼 你就拿出来说 那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小小技巧上的 的 意见 是的 那我的评论就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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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天生 最后呢 我们有请 香港浅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 李智欣小姐 给我们评语 谢谢李小姐 大家好 刚才评判都说了很多 那我就尽量再补充多一点点 那在这场比赛里面呢 我觉得最关键的胜负的准则 是建计于双方对于要受到谴责的标准 而我自己记得有四个 上场比赛 第一个就是双方一开始开出来的 例如正方所说的法律 反方说的事后有没有道歉 及后大家有讨论过的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还有最后就是其他人是怎么看的 例如当事人是怎么看的 被人笑的人是怎么看的 打完人的人之后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这四个战场是我自己记得到的 今天双方去衡量这件事件 严不严重 或者有多么严重的一个方向 我们先看法律 其实在法律上面 我自己会觉得 这个说法是很直观的 因为大家都 某程度上我们都是文明的人 文明的人就会相信 君子动手不动手 君子动手不动手 我们就会相信 不应该以暴力去解决问题 这件事是很直观 也是很直接的 而我会觉得今天 隔方提出一个这么直接的论点 是没有问题的 顾之言 但他后场也真的有补充到 这个法律上面的论点 例如是到底他本身 在美国的刑法里面是怎样 或者是及后 为什么法律应该可以凌駕于 一个言语上面的伤害 这个我觉得他是有充分做到比较 但是 这个是撇除了分数内容以外的事情 但是 单纯是犯法 这件事等不等同于他 譴责的力度要更大 我也提出一个思想实验 给大家去看 因为我听到今天正方的说法 就是想起早几年看一个新闻 早几年有一个新闻就是说 我80多岁的伯伯叫王伯 王伯就长期照顾着他一个中风痰瘟的妻子 到最后他终于完全承受不到要照顾中风痰瘟的妻子的压力 他最后杀了他老婆 大家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一个犯了谋杀罪 但他是出于他照顾不到他连接的妻子这种压力的一个长者 到底他要不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呢 这个事情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是他虽然被判了误杀罪成 但他轻判到18个月而已 从而去揭露了 原来社会有很多长者照顾上面的不足 或者缺失在上面 但大家可以思考这个位置是 到底你在法律上面的责任 以及你实际上要谴责的程度 是不是必然挂勾呢 我觉得是不必然的 当然反方可以提出这个质疑 然后再到下一个 就是那个事后道歉那件事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 你直观思考这个辩题的时候 事后的道歉和跟进 未必是这个辩题讨论的核心 因为你去到 正如刚才评判所说 你去到后续 你有越多的例如我道歉 我奥斯卡再去谴责你 越来越多这些内容去出现的时候 其实会偏离了当时 他当时的反应 那个行为的讨论 当时的反应就是 有人去欲骂你的家人 你应不应该出手去处理 而出手的方法应该是什么 本来的讨论是这样 你去到后续去讨论 他有道歉 他有协议 这件事是在讨论 你变相在讨论的标准是 如果发生了不当行为之后 后续的人的态度更加良好 应不应该减少对于他谴责的力度 这是我觉得反方想去打的内容 但是去到后场 我觉得反方很少去做这个比较 到底有道歉和没有道歉 你是有重复去提及有没有道歉 但是有道歉和没有道歉 对于你那个谴责的力度的加减 你会想讨论的关系在哪里 这件事我也是需要 因为你在前场纯粹说他有道歉 我会接纳的 我会信纳的 有道歉等同于他态度好些 我是信纳的 但是去到后场 到底他有道歉 态度好些 和他最后要接受那种谴责的关系去到哪里 或者你要比较两个人的态度 如何影响他受到谴责的程度 否则就会出现 甲方说那些 是不是我随便道歉 就可以既往不救 是不是我道歉 我做什么都可以 这个是可以再去讨论 第三就是那个替代方案 今天反方是比较着密度的 反方的说法就是 当刻除了打人之外 他便无他船 除了打人之外 其实他无法立刻去阻止他的言论 我觉得可以考虑多几件事 第一就是 反而反过来要比较 今天甲方提出那些事后的补救 或者是他提出那些 要求他去道歉 这些的情况 为什么做不到同样的效果 这个是理由去提及 但是及后你要 我反而比较 比较关注的地方是 到底你要求他做那个效果 是不是一个 合理的目标 就是你要求他不要再说 或者是你要求他要立刻去停止 这个是很难去论 只是因为你本身都不清楚 他是打算继续说 还是你有其他东西 还是本身这个笑话已经说完 一笑致之 其实应该是会大过的 这个是论证不到 所以我是有一点点质疑到底 你那个替代方案 和你原有的目标 是不是都真的做到同一个效果 然后正如月方所说 我都会期望隔方去交代 因为月方都会去质疑 其实对于台上那个 那个讲笑的人来说 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笑话去说 或者是这个笑话 是不是真的完全是一个适合的笑话 或者会不会因为纯粹是 我是一个主持 所以我说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笑 我没用他是没问题的 是不是真的去到这么恰当 整件事 我觉得其实月方是可以 在这个位置再多一点攻击 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试试找找早几年的颁奖店 有没有一些 就是大家公然都会去贴责 觉得这个言论是不恰当 从而去论证 就算你是主持 就算这个是奥斯卡 不等同于你可以说什么都可以 这件事我觉得是月方可以再去尝试的 而最后就是 其他人怎么看 大家都会说 例如隔方就会说 当事人都觉得没问题 或者是有不同的权威都会觉得 这个是主持的工作 我们是要接纳 我们是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 或者这样说 反过来又是一个思考上面的实验 如果 我当发生了一个 明显的诽谱 或者明显的语言上面的贴责 但是当事人就 哎我不追究了 那等不等同于这个行为 是公众不应该去贴责 或者公众是必须要同意这个行为 是没问题的呢 这个我觉得大家是 可以去想 我举例 例如可能 哎 很难举 例如可能 有某些人在网上去 套用大家的有病的前迟 用一些不好的言语 去谴责一些可能有特定疾病 例如好像朱如正 类似这一类型的疾病的人 但是最后 朱如正远出来 就说我不追究了 但等不等同于这个言论 可以被支持 或者是社会上不应该去谴责 或者批判这种言论呢 我觉得这件事是反方可以去想 所以总括来说 我会觉得 其实这条变题 对于月方来说的难度是偏高的 因为的而且 我们一般人第一个直观都会觉得 有很多方法去处理问题 例如好像王八哥的例子 大家都会想的 你不一定要杀了你老婆的 你可以找社工 找社署 你可以找安务院社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去做 但是 当事人都是出于一早没有办法 或者出于当种情急的状态 但是立即做出这个行为 你应该怎么去判断 或者怎么去批判 这个反而 是月方可以再描绘多一点点 这个事情 我觉得如果把握得好一点的话 可能月方的打法上面会舒服一点 大概的评论就到这里 就交给主席了 谢谢 好,多谢你小姐 在公布赛过之前 首先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 今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是 隔方第二副辩可峰中学的吴菲尔同学 恭喜 现在为大家宣布赛果 今天的辩题是 隔方奥斯卡掌挂风波 Will Smith应受更大谴责 月方奥斯卡掌挂风波 Chris Rock应受更大谴责 正方可峰中学 反方拉沙书院 正方得票为3票 反方得票为0票 赛果为3比0 由甲方胜出 恭喜